大家好,我是戴景的这话筹拿来塞拼片 今天要给大家看一部别书心裁的悬疑范围惊悚喜剧片 双重预约 这部影片细节很足,节奏也很紧凑 甚至找不出一个尿点来 当然也不用担心没掉憋死 一来这部片子只有49分钟 也就是一节课的时间 二来前半段剧情过于尴尬 大年纪的观众可能会需要看几眼就再听一下 但只要坚持看了最后 一定会像我一样 从尴尬变成惊讶 直到毛骨悚然 更有觉得是当你在看第二遍时 也就还发现自己好像看了一部新片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来干 如果和喜欢的人聊天 不知道该聊啥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呢 这个叫学校的男人 思路很清晰 他果然打开浏览器 搜索适合推荐给女生的电影 成功打开了话题 要我说,他就是没个人骗篇 不然放我主页 就能折得一大堆精彩电影 评论按照搜索结果艾格推荐 就当女生没看过艾尔兰电影曾经 另外就照着网页开始显摆 传过的吸引到了女友的兴趣 推荐熊二一个战术停顿 赶紧搜索一下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梗概念了一遍 长风收获了女友崇拜了目光 女友说 他很增加那些懂电影和葡萄酒的人 收断暗示的熊二 转按手又去查 怎么显得自己很了解葡萄酒 过来一句话 却让女友满眼小行星 凭借搜索隐情和过瘾的网速 熊二成功地立住了博学的人设 从以上情节不难看出 熊二在和女人聊天这方面 那可是出手拆盒带 有一手 她的女友名叫阿雅 短发圆脸戴着耳环 被熊二一张嘴吼得一愣一愣的 阿雅看到她家里沙发套换了 熊二就解释 这是为了换个心情 阿雅送给她一个娃娃 熊二就把娃娃摆在了客厅 让女友看到 阿雅最近换了工作 熊二就特意买了一瓶酒 搞了这么个远程庆祝会 可就在熊二和阿雅 里东我东的时候 一个叫麻雅的人发来消息 要和熊二远程胜入聚会 原来熊二这丝 脚踩两条船 在她的日程表里 今晚要给一号女友阿雅 庆祝转职 明晚才给二号女友玛雅 远程庆祝生日 但是这次时间管理没做好 玛雅的生日 其实是在今天 两个约会正巧撞在了一起 熊二本来打算 用工作忙来推辞 但是玛雅 预判了她的预判 问她是不是想拿工作 来堂测自己 便捷表示 自己一个人过生日 太可怜了 这者侮辱就相当于 熊二不爱自己了 就在熊二不如所措时 玛雅的视频已经打来了 并且熊二一个不小心 就把电话接通了 阿雅玛雅 出现在了同一个屏幕 阿雅玛雅 太尴尬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种情况下 该怎么办呢 A 赶紧挂电话 麻溜壤了 B 介绍两位女友认识 领取一等程结局 C 顿家 想如熊二这样的渣男 也无法驾驭这样的修罗场 果断选A挂了电话 挂到后 熊二向死党贱人求助 虽然健人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奇怪 但他就是这种片子里 稍有的时代人 坐在一轮打的 200个小时 邓孙的展团程序员 听到熊二的求救的第一反应 当然是识瓜 健人想起 当年上中学的时候 熊二还是个羞涩的异性绝缘体 因为他也不受女生待见 还是全世界的女人 都是自己的敌人 没想到毕业以后 整个人就跟躲屎了一样 完全换了个人 除了阿雅和玛雅外 健人知道熊二 还有一个叫塞雅的女友 吵了 都是哑子味的 老话说 夜路走多了 迟早遇见鬼 海王有酒了 早晚会溺水 那像今天这种约会撞车的场面 会不会有前辈 总结果经验呢 健人建议熊二上网搜一搜 不出所料 还真搜索到了一个网页 这主意不是一般的搜 大年三十网上的小品 都不敢这么演 就在数数无测之际 地方的健人 是肯尼迪坐厂房车 看了个脑洞 他想到 给熊二创造一个影分身不就好了 于是就让熊二说一些 表示认同的话 对对对 是是是 你说的真是一点都对 之类的 就像于是老师的举一词 就能捧一切一样 接着把这几个动作 简称了一个视频 待熊二分身乏数的时候 只要用这段视频 替代摄像头画面 就让他和对方聊了点时间 实际效果就像这样 接下来 马亚又打过来 视频电话 熊二赶紧解释 自己并没有放的鸽子 他已经准备好了 生日庆祝会 马亚问熊二 这些老家的头巾 怎么不带了 熊二解释说 是因为弄脏以后 丢掉了 此时见人 又发了消息 说既然熊二家里 有两台电脑 正好可以双开啊 熊二一想好主意 立马来了个战术卡顿 假装掉线 然后来到卧室 挂了一条电脑登录 再打给马亚 并解释自己是因为 新行不好掉线了 所以来卧室聊 之后 他又装作拉肚子 要去上厕所 来到科尼的电脑前 重新与一号女友阿亚连线 开始双签程运行 和他不说 熊二老海亡了 实战操作起来 那套了真是 老不住戴胸杖 一套又一套 科尼里的阿亚 大转喊熊二 被卧室里的马亚听到了 熊二只能解释 这是自己同事的声音 并且夸张地表示 马亚比同事 可爱一万倍 好死不死 这一话又被 科尼里的阿亚听到了 阿亚非要熊二姐的解释 是哪个小的蹄子 比老娘可爱一万倍 熊二姐能生智 表示她是在说 自己养的宠物 而且是对方 最害怕的宠物 阿亚脱口而出 不会是蛇吧 熊二立马随手一搜 没错 汪洋的还是 巨处无比的印度猛 向上的阿亚 不敢再说这个话题 接下来 熊二让阿亚 讲讲她在工作中的故事 吐槽一下她的老板 这样可引起了 阿亚的表达欲 一说起来就是 掏脑不绝 于是熊二就把自己 摄像头的画面 替换成了 见人做好的视频 本人在来到卧室 先把马亚的生日会过完 熊二在客厅和卧室 两头跑了好一会儿 仓足之下 不断地露出破绽 比如在A的面前 说出了B的名字 拿了B的外卖 跑到累了面前吃 幸亏熊二 凭着满腿跑高铁的本事 一一糊弄过去 要不然洪世贤 和成哥的下场 熊二勾立地选一个 招了好一趟以后 熊二再次聊到客厅 看到阿亚正在对着手机 吹吹念 阿亚解释 自己是个油管 新up主 正在录视频 于是熊二 说着这个话题 一边摆渡 一边又装了一波 如果就在聊到 正宽的时候 一个人也突然出现在 对面的摄像头里 妈呀离开后 熊二向阿亚一再确认 并跑到卧室的电脑前 找妈呀又问了一遍 终于确认 这两个哑子辈的女友 其实是亲姐妹 而且现在 就在一个房子里 此时妈呀觉得 既然已经问起来了 那我把姐姐叫过来 认识一下吧 熊二根本来不及阻止 但没问题来了 在这十万火急的时候 各位生日处境地想一下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办 A 挂电话 B 坦白从宽 挂电话 C 自话都难知 挂电话 但是熊二根本不是 会妥协的人 不必一般 你都不知道 他能享受什么主意 这打开反堵了呢 熊二想要谋哄过关 带了妹妹 介绍完熊二以后 姐姐阿亚 因为觉得有点不对劲 她觉得自己妹夫 从名字到声音 戴到身上穿着衣服 怎么看 怎么像自己的男朋友 你们的老婆 是同一个人 对对对 于是 他还要让熊二 发脸式的真挡图去掉 熊二假装自己 不可以玩这些 发脸胡说的贴图 但要一个个试 可人要是倒霉的时候 放屁 嘟嘟拉哭当 他试着试着 刻意就切换成了一个 兔子耳朵的特效贴图 完全把脸露出来了 由于说一 此行此景 我总觉得在这见过 本来我是个颜值主播的 那么问题又来了 叶点阿亚的所谓宁是 各位会怎么做呢 A 你也把打过来了 我要去保家卫国 B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好像失忆了 C 回来吧 赶紧的 累了 但愿是千军一发的时候 熊二就要愿能使出 让人窒息的方法座 熊二表示 和阿亚谈恋爱的 是自己的哥哥 不得不说 这么纯淡的解释 都能模糊过关 对面这两位女士 看起来不大聪明的样子 不过事还没完 对面的姐妹俩 又蹦出了个新主意 竟然缘分 如此妙不可言 而且看市民里的背景 你们应该是住在 一间房里 那何不四个人 一块视频呢 上子关头 熊二赶紧向贱人求助 但是贱人并没有 立刻回复他 不过看到 聊天记录于 那个捧根视频 熊二又有了主意 他赶紧跑到客厅 用那段视频 伪装我一哥哥 自己则回到卧室 继续聊天 事实证明 作为一个倾听者 只需要隔一会儿 NR一下 就要可以完美进行 所有对话 现在熊二只能指望 自等的帮助了 他告诉贱人 自己不但约会撞车 而且两个女友 是亲姐妹 但是贱人在 插了半天以后 却莫名其妙地告诉他 三次元恋童 可是违法的 并且附上了一个网址 打开一看 是阿雅的社交网站主页 从他发布的照片来看 阿雅的确有一个妹妹 只不过今年 她15岁 而且赵文胜的妹妹 和麻雅长得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看来这里面有问题 难道阿雅有俩妹妹 就在熊二疑惑的时候 一封新闻谈了出来 显示的是附近 找到了一具女尸 而死者 正是熊二很久没联系的女友 萨雅 这一切都太巧了 不由得让人怀疑 熊二是不是被吓透 正在这时 麻雅的电话又打来了 熊二就迫下驴 试探一二 她在阿雅的照片里 找到了她的全家福 上面还有她父亲的名字 于是熊二单刀直入 问另一位女友麻雅 他们姐妹的父母 叫什么 做什么工作 事实证明 两位女士的撒谎能力 的确没有熊二那么高 上面一试探就露馅了 熊二直接戳穿了两人 并不是亲姐妹 试问她们到底有什么目的 面对结问 两位女士相视一笑 眼睛里放出诡异的光 说到这里 终于能够花开两朵 可表一枝了 两位女士并不是亲姐妹 她俩是在一家咖啡店偶遇的 二人都相识 反正因为其中一人 在手机付款时 手机壁纸上的熊二照片 引起了另一个人的注意 这后来发现 她俩被同一个狗男人给扎了 两位女士在一番正直之后 开窍了 明明狗子认识熊二 她俩为谁要干仗 不如联合起来 制裁渣男 赵小泽为 新阿部主的阿雅发现 虽然在熊二的后宫里 玛雅只是个妹妹 但是在油管发视频方面 玛雅就是前辈了 要不说 缘要不可言 同阿部主的受爱者 一拍即合 打算整股熊二 并且做一期视频 也就是说 今天的约会壮志事故 完全就是两位女士 自导自演的 未来就是拍了熊二 疲于奔命的手态 所谓的阿雅生迁 和玛雅生日 也都是假的 熊二一开始 也并没有计算日期 是玛雅故意告诉她 一个错误的日期 为了收集更多的视频素材 玛雅还在送出的娃娃上 安装了无线摄像头 从熊二把娃娃 还在客厅的时候 她的一举一动 都被窥探着 得着真相以后 熊二想要销毁娃娃娃 但是所有的视频 都已经无限传承到女士这边 熊都猫虑的熊二 彻底破防 跪下疯狂的起求他们 千万不要把拍照的内容上传 但是此时 人为刀阻 踏实鱼肉 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大快人兴了水事 这就告诫我们一个道理 做人还是得一心一意 做事就要以成相待 双双约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另一回结局就是 熊二这个渣男遭报应 现在欢喜的happy ending吧 并不是 后面还有反转 很快 马雅把视频干出来 发给阿雅看 但是在省完视频以后 阿雅心软了 杀人不过头点地 而这个视频也能发出去 熊二要经历的 恐怕是彻底的社会性死亡 看着自己的男友 最后崩溃的样子 他有些于心不忍 下面之下 马雅就要理智得多 这渣男祸害的可不止他俩 拉着去人都毁灭 都算轻的 不曝光他 留着过年嘛 可惜马雅并没有把娃娃 拍照的素材全部看完 不然的话 他应该会更激进 最后 马雅把所有的素材 都传给阿雅 让阿雅决定 这些素材要不要保留 此时 马雅家里响起了铃声 他以为是外卖到了 就起身去开门 而阿雅在查看素材时 却看到了这么一段 看来熊二就是杀害 三亚的凶手 如果说熊二谈恋爱的标准 是提分手就分手的话 那阿雅自己 岂不是也很危险 这部电影名叫双重预约 电影的前三分之二 都是喜剧 但是在结尾的时候 悬念抖声 突然就欠了出一桩 杀人暗来 不过在看完结局 和解明花絮以后 重新再看这部片子 就会恍然大悟 按揭的细节 在前面的剧情里 一直都有铺垫 应该是阿雅在聊天之中 提到沙发套换了 同时中表可以看到 故事发展的时间为 5月5日 战着天气转任的时候 如果按照熊二所说 他是为了换个心情 才换沙发套 一般来说 应该是由深色 换为浅色才合理 大纵据说 我们可以看到 他换了一个身色的沙发套 后来我们才知道 沙发套是因为 沾了血才被换的 而且仔细看就会发现 沙发背后的桌子上 摆满了清洁工具 在片中 男主是个搜索小达人 从他聊暖期的页面标签上 也可以看到 熊二之前搜索了 如何清洗血字等等问题 这些都暗示了他 曾经清理过灭案现场 还有一个提示 就是在很多照片里 都出现了头巾 阿雅还问过熊二 头巾咋不戴了 熊二说 是因为弄脏扔掉了 他其实并没有说谎 头巾和沙发套一样 都因为沾了血而被丢掉 关于熊二是个 成熊女性的 电台杀人犯这一点 学童之前 见人的话力 也能亏见一二 他和熊二以前上学的时候 非常内向 甚至都不敢和女生说话 还是说 全世界的女人 都是自己的敌人 另外 YS者 萨雅的线索 其实一直都有 熊二声称 自己和萨雅 已经一个月没联系了 但是在她的聊天机面上 董日语的话 再看到这里就能发现 熊二在撒谎 不倒日语的话 就只能在官方的 解谜视频里 寻找答案了 除此之外 熊二的手背上 一直贴着上个贴 也是杀人时受的伤 而在搜索画面中 还有更多的文字提示 比如熊二搜索电影的时候 全都是结尾 大反转的类型 算是挺用心的 一个小细节 可惜同样 只有董日语的观众 才能领悟 另外 在许多搜索界面里 准备了很多 藏头是一样的信息 比如尼艳在盯着你 熊二是杀人赛 等等 也许只有董日语的朋友 才有可能发现 好吧 估计董日语 也够呛发现得了 这里的尼艳 就是阿亚斯送的那个娃娃 尼艳是日本传说中的 一种妖怪 能够避邪除病 因为疫情的原因 在日本一度卖得很好 前一段之间 送一个尼艳娃娃 也属于美好的住院 而这个道具和许多细节 原本的影片 拍摄了大背景 那就是疫情之下 日本政府下达了自诉令 让大家自觉 在家里别溜达 所以影视剧的拍摄 也被迫打断 也正是受限于疫情 大家就都想到了 可以制作这种桌面电影 说起来 桌面电影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比如明明姐说过的 《王乐迷宗》 《杰众好友2暗王》 也是这种传播电脑桌面 来讲故事的作品 明明当年还和团队的小伙伴 一起拍了一部短剧《怪事物》 其中有一集 便是用了桌面电影的形式 这部电影似乎证明了 专门电影的拍摄方式 格外适合疫情的大背景 比如这部短剧 四间房 五个人 几台电脑 拍三天就完成了 省事省工 省隔离 这就中文说明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只要剧本扎实 固执叙述的精彩 万一种表达方式 或选动探索出 更好的效果 但要是思想画的坡 那这边方 就只能给观众盘领位置 我实际上没影视啊 不过这部电影 想要拍好 相应的难度也会增加 因为它完全换了一种 镜头语言 演员要对着摄像头 通过表情 来传递出大部分情绪信息 况这一点 就能卡住好多演员 说回了剧情 第一遍观影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海王翻车的喜剧片 其中机缘巧合 闹着笑话 让人忍俊不禁 表面上看起来热闹 但实际上就是一个 时间比较长的小品 可第二遍看就会发现 这分明是两个女士 狩猎的视频 所谓的不敏感和不聪明 都只是驱赶猎物的计谋 阿雅在前半段的表演中 总有一种夸张的感觉 最初我觉得日剧里 难免会有一两个 浮宽的人物 但再看就觉得很合理 因为这场聊天 本就是阿雅设的局 因为她只是普通聊天 实际上 他们在逢场作戏 而且阿雅知道 他们的视频通话 最多会被做成视频 发到网上 所以也会不自觉地进入 自己拍照视频时的状态 这也解释了前半段里 对一个妹子玛雅 会时不时露出 比较诡异的眼神 那个眼神就像是在说 网纳就看着你怎么装 以上就是双重约约的简单介绍 其高不给大家讲述的剧情 但是剧中有大量 海王翻车的名场面 那种尬山地心的感觉 不是解说能完全复刻的 非常推荐大家 闲暇时看一看原片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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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